完全不痛 那病人会感觉震动 不是震痛 震动一直在动才不痛 好 最累就是老师 这个太太没有引白 引白不见了 脚趾头断掉或者是 在农田里面仲田被蛇咬到 脚趾头断掉 诸如此类或者脚拉车或者车祸 没有脚趾头引白 一旦那个穴道没有的时候取他脾巾最后一个穴道 经络的最后一个穴道 知道我意思吧 比如脾巾下去对不对 大指模没了 那后面就是太白的下太白 脚长得没了像什么 那个桑丘 经络的最后一个穴道就可以 直血一定在脾巾上 脾巾上做 脾巾上做海流就是肝筋上 因为只有皮主绍腹还有肝筋落阴气的地方 那肝又长血有没有 肝筋长血的地方 一般我们在土上面治疗就好了 在土上面治疗就可以 谢谢 今天呢我们进入这个 珍珠的理论部分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段落 下面呢有几个重点 我们要介绍 一个是我们的所谓的植物流柱 还有一个是零规八法 那再来呢我们介绍耳针 耳针怎么使用 还有呢我们的回扬九针 我们的回扬针 还有这个十三鬼穴 那这就是比较特殊的治疗 那你要基础还很好 你才有办法去学这些东西 那基础不好的话 你我们知道穴道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效果 那我们从 这个零规八法开始 这个过去的中国人 我们自古到今一直认为 中国的哲学 不管是医学啊什么东西 军事啊什么都脱离不了 易经的八卦 那这个零规八法 就是从 易经的八卦来的 易经八卦有没有先天卦有后天卦 好 那很多人读易经呢 好去记了前三年啊 坤六段啊什么好 郑阳宇啊什么也是记 那实际上我们易经真的在 有一个叫先天卦 先天卦是一个体 体就是说 一个适度空间存在 可是呢 它是静止的状态 那 当我们把它变成 后天卦的时候 就可以用它 我们用都是用后天卦 好 所以临床上 不管是我们 在过去中国人用在 看算命 看风水 看地理 看病 那种的针灸上面 通通是一种后天卦 好 那有个方法呢 当你们 书上讲的很复杂 告诉你们啊 怎么样去去计算时间 那怎么样弄弄的半天好 那实际上我们有这个盘 这个盘有了以后好 就不要去算那么复杂的计算的过程 那这个灵规八法 跟植物留住 就有一个特性 你什么时机用它 一般我们是用在 这个急救 急诊的时候 那平常你当然也可以用 那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用呢 我就怕你学了以后 比如说你学了灵规八法 从此以后 比如你姓陈 就叫陈灵规 所有针灵都忘了 什么都用灵规法 然后你子武留住学外以后 你姓孙的孙子武 那正统的 我们经络取学都忘了 不可以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主流 那现在就给你们一些翅膀 你这只老虎 给你一些翅膀 让你增加你的功力支持而已 好 这就是我们要告诉诸位 那耳针呢 回扬针呢 死三鬼穴 我都会慢慢一一跟诸位 很仔细的介绍 我们怎么样 什么时候可以用它 如何用它 好 我们从灵规八法开始 过去中国人呢 好 我们这八卦呢 好 有的人几个字不会念 没关系 钱对黎正 逊坎 耕坤 好 这是耕 耕耕 那 一个阴一个阳 一个阴一个阳 这个阳阴阳阴阴阴 然后再来呢 两个阳 两个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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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呢 四个阳 四个阴 这就出来 我们在 这是八个卦 那这个八个卦呢 是一个圆形的 是个圆形的 好 我们把它放到 后天的部位上面的时候 好 就变成这样子 好 这个放的摆的位置呢 是根据我们的 好 落术 我们所谓的 五居中卫 九 好 带九旅一 二四为奸呢 七三为一 六八为足 如果是这样子写的时候 你直的家 横的家 斜的家 什么家 怎么家通通是十五 都是十五 这是十五是一个定数 好 一个定数 那人体的平衡呢 就在 这个上面 好 在这个上面 我们把它挂对上来的时候 好 南方呢 是黎 北方是 砍水 好 昆在这边 对在这边 前在这边 更在这边 正在这边 逊在这边 好 逊挂 那这是九啊 一 戴上去的时候 离是九 坎是一 逊是四 坤呢 是二 对是七 前是六 更是八 好 那因为它是平衡的 我们人体也是平衡的 就把人 跟这个挂 放在一起看的时候 就选出来这 八组穴道 这八组穴道呢 控制了 七经八卖 那利用这 这八个穴道 一共 这八个穴道 我们把它分成四组 好 那 在控制人体的平衡 那我们从 计算 我们的感知 计算它的时间 知道它今天的 数 决定现在的时辰 开什么穴 这就是零归八八 你现在不平衡 我们在这个时间 开这个漆 我们让你平衡 好 所以是用七经八卖的穴道 来做取舍 那 过去我们要计算这个 今天开什么时间 那个开什么漆 开什么哪个穴道 这个过程是很复杂 那现在这个盘呢 就把它简化了 好 我我们个人计的方法呢 好 这是七 这是七吗 这是三 这是四 这是九 你不计也没有关系 因为盘上都有 好 所以我让你们买个盘的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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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呢 平常我们记得吧 后夕 后夕生脉 对不对 你看这个 公孙内观 好 所以看这一个 红盘 中间有八个卦 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个盘呢 正面 这个面呢 是零归八法 后面呢 是指五流柱 好 所以他指五流柱 跟零归八法 都在同个盘上面 这是我们现在市面上 最好 最好用的一个盘 好 好 公孙 好 这是内观 好 来这边呢 这是外观 这是外观 好 灵气 好 这上面呢 就是裂缺 赵海 赵海 那过去我们 把它变成割绝 坎一连生脉 那么赵海 昆二五啊 郑三是外观啊 啊 迅士 这个迅士 这个灵气树 诸如此类的 这是一个割绝 好 那割绝只是协助大家 方便你好记而已 好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哦 后夕呢 他管的是都迈 好 这个公孙呢 管的是冲迈 这个 申迈呢 是阳桥 好 内观是英伟 英伟迈 管的是 内观炫 外观呢 杨伟 灵气呢 是代卖 好 这个大家都很熟了 夜圈呢 是 任卖 好 赵海呢 是阴桥 好 这是我们的 奇经 八卖 那如何去挑他开时辰 就是要看黄历 如果你有黄历 你每年都要带本 当年的黄历 那如果你没有黄历 就随便拿本万年历 那我找这本万年历 是因为很简单很小嘛 可以随身带到 只是而已 你高兴找个大本的 或者你都不要万年历 你每年拿本黄历 戴在身上都可以 戴在身上都可以 那我们就开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看 当日的干枝 凌归八法呢 是以他的干枝 天干和地枝 来做主 植物流众呢 不是他只看干 就是以日干为主 不看枝的 凌归八法呢 我们要看干枝 好 那比如说今天是 几月九号 2005年 对不对 好 农国历的七月 好 国历七月二十号 是不是 今天是 什么日子 以示 会不会查 以示日 万年历上面 以示日 如果你没有万年历 没关系 你可以查这个叫什么 农历 农历历上都有 好以示日 那你查到今天的干枝以后呢 拿这个八法传 看上面的以示 转 好 你找以就好了 找头是以的哈 以示 找到以示以后呢 你看这个开口 对到这个以示 对到以示 好 好 然后现在呢 是下午七点到九点 对不对 叙时 是不是 是不是叙时 好 他中间号码是几 4 这个4出现的时候 现在是4 对不对 4是什么 好 迅速是灵气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时间呢 今天 日子 灵气 灵气一定跟外观是什么 一组 一组 那我们先 这个时候 如果开的是灵气的话 我们就先 真灵气 后再真外观 好 先真灵气 后真外观 那做什么用呢 作用就是 不管你什么病 你现在来头痛 牙痛 胃痛 大肠癌 肝癌 气喘 意外受伤 把家暴被打了 这个感冒 小孩子发烧 做苦神经痛 不管什么病 进来 突突突打灵气 每一个人通通好 在这两个小时里面 真下去就好了 很舒服 你这是开气血 好 那先真灵气 要顺序要有 真灵气以后 要再战胜外观 中间呢 过去很多割绝 在讲八法的手法 基本上一个大原则 你掌握到就是 如果是时政 他下午被家暴了 或被车撞了 晚上到你这边来 就是当天发生的 是不是时政 你下灵气的话 就用谢的手法 那我气喘 他喘了很久了 头后来 灵气 那个灵气平常跟气喘 没有关系的 但在这个时辰里面 就是因为他开气血 开他的时候 下灵气 每个都好 所以我说 不能一开始教你们 教你们你们从此 就记得这八个穴道 然后带个盘子 就走天下去了 不行 不可以 但是这个 第一个解燃眉自己 第二个呢 你有机会可以跟病人谈话 对不对 别人现在传来很厉害 来 一开血 他就很好了 你就跟他说 你照例怎么回事啊 给我很多病因出来 是不是 所以会用到 有人给车撞到 或者马踢到 通通可以 来我们开睡 一开睡的时候 很好 然后问他详细事情 怎么样 哪里痛啊 他就讲得很清楚了 因为病人跟你讲的是最清楚的 这是我们使用的时机 任何病都可以治 那你如果说 那老师 有我的诊所 今天我就把那个号码都贴在里面 我一看 就时间开什么 下个时间开什么 来的病人我就先砸这个 砸完以后 我再按照正经 有没有 该去补现 膀胱腱的实症 我们下膀胱腱的止穴 树鼓啊 虚症我们下尾中啊 手抬不起来 大肠肌的我们下 取磁对策的取磁 左右 左臂右致啊 可不可以 效果会加倍 只是说你诊所会很疾 你知道吗 这个病人待到一个小时还没走 后面病人在那边堵到 就是有这个缺点而已 一般我们下八法的时候 我们砸进去 就差不多等了个十分钟 十五分钟 整起下来 我们再去下正经的穴道 那一天就开一次 你把它砸过以后 气血调整回来以后 你下个时期 他同样的这个人 你再给他砸 效果就没有了 这个 临床上面的时候 那有的 我们如果要得到很好的效果 病人进来这个时间 管他什么病人 通通先下来试针 那试针在身上的时候 你不要去砸其他针 因为动到他气血 好 如果现在开的是外观 你先要先下外观 再下灵气 这是一组 所以灵气跟外观是一组 后夕跟深迈是一组 公孙跟内观是一组 公孙跟内观是一组 灵气外观是一组 公孙 内观是一组 好 那这个后夕呢 好 深迈 又是一组 好 列缺 赵海 赵海 又是一组 又是一组 那 一组 这是我们的 八法 记得 什么病毒制 不管什么病 出症 刚开始的出症 比如说现在有个小孩子感冒 或者是你一个家人发烧 你把他灵归八法下完 他就好了 所以也有很好的地方 好 那 这个这个这个 这还不到一个礼拜的肩膀痛 你把他用灵归八法一开 他也好了 好 所以说效果是有很好的效果 就是我怕你们就是学了这个别的忘掉 太简单了嘛 是不是太简单了 这个理论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按照 这个 人体的平衡的数 定数之下 人在平衡的状态 所以中医呢 讲的就是阴阳 阴阳能够平衡 它五行就会平衡 所以从头到我们在追求的就是一个平衡 以后不管你用针 用灸 用处方 都是在要让他阴阳平衡 只是这个目的而已 那你一定很了解什么叫阴阳平衡 你才知道这个人在病态 还是在正常的状态之下 那很多的中医呢 阴阳会说 可是不会去 不会如何知道他平衡的状态之下 他不会去看 他会说阴阳要平衡 大家理论都知道 可是你知道感觉的感觉就不到了 感觉不到了 好 所以说阴阳是正反 刚好是相辅相成的 比如说 天地之间 越高空是不是越冷 对不对 照理说越高空离太阳越近 怎么越冷呢 可是你事实上是不是越高空越冷 对不对 越靠近陆地 越接近海平面 是不是越热 那人是在地球上面的 所以越高空 头顶那边越冷 越接近脚上越热才对 那我们在地球上 为什么就是阴阳的平衡 好 阴应该在上面阳在下面 这个人气血才会循环吧 如果阳在上面阴在下面 是不是阴阳就分隔了 所以我们一看到阴阳分隔的时候 怎么脚是那么冰的上面那么热 完了 阴阳分隔了 那我们处方在下去 或者针在下去 针在下去 弄了半天 还是分隔的 心都凉了 对不对 病人不受真力 也不受药力 对不对 那每次我们在临床上看的时候 病人那个化学治疗 一做完阴阳就分隔了 这个化疗好像把病毒包起来 那我们要去解救他的时候 要去治病的时候 他先通过这个化疗这个 这个关才能过去 我们的治疗上面就会被症困扰 而且效果非常不好 这是我非常反对的原因 一般来说 只要没有经过 一般的不管你知道 只要没有经过化疗 我们用针啊 灸啊 药啊 效果都非常好 因为那阴阳相平衡 那最重要的就是 你问他头面身体是冷 他说我身体很冷 角色热 这种都没有病了 因为阴阳平衡的嘛 大自然界地球 地球存在这边 多少年了 多少一年了 高空永远是冷的 地下永远是热 对不对 所以你呢 头面身体是冷的 手脚脚底是热的 这是正常人 正常人 这是灵归八法的开穴 那植物留住呢 是单针 所谓单针就是一针 好 那这样 抱歉 在灵归八法的时候 稍微后面有一个要注意 就是 如果开到五的时候 你看中间下面就不写 如果你开数 12346789都没有关系 你开到中间是五的时候 男人 男孩子要娶赵海 女的要娶什么 内观 男女稍微不一样 好 因为阴和阳不太一样 所以这两开到五的时候 男女要分一下 好 男女毕竟有点差异 好 这个 这位反过来 我们看这个 后面这一 这一 这个后半的这边呢 就是所谓的植物流住 这个植物流住呢 是开单穴 单穴 下一针 那大陆也是中间呢 就是 我只是下单针 我叫泥一针 你叫瞬一针 你知道什么是一针 就是单针 那西的我叫什么一刀 有没有 开一刀 那中间一针 那有没有效 有效 好 但是你如果是只用单针在那边做 植物流住 单针在那边做 在那边做 你有没有想到 如果针究就是单针 那么简单 那针究不用学了 大家都会 好 如果你在 如果你在